还有一颗爱你的心在这里 哇 哇 这个是做到的 我是新来的主持人南宝 这事我怎么知道的 这事啊 我帮他们分享他们的个人丁杰 不要爱太太的懂 对 对你爱爱爱不爱 亲爱的这铃鸟 我再不能看到你熊辉的身影 幸福账单 为你买单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一样是综艺频道为您特别奉献的幸福账单 我们是幸福三宝 我是幸宝 我是月宝 我是龚宝 赶快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抱账人 头顶一个天 脚踏已仿佛 风雨中你昂起头 冰雪呀不敷 好大一棵树 好大一棵树 任你狂风湖 绿叶中留下多少故事 有了也有苦 欢乐你不笑 痛苦你不哭 洒给大地多少旅影 那是爱的音符 风是你的鸽 鱼是你脚步 无论白天和黑夜 都为人类造福 好大一棵树 绿色的祝福 你的胸怀在蓝天 神情藏我土 好大一棵树 绿色的祝福 你的胸怀在蓝天 神情藏我土 你的胸怀在蓝天 神情藏我土 神情藏我土 来来来认识一下吧 来 请自抱家门 我们是赫兹先生 我是南高音朱志 大家好 我是南中音唐田 大家好 我是青年演员郑鹏 其实很有意思 你看完全不同 你是高音 你是中音 你是等于是流行 流行 美声 民族 其实都可以唱 一般来说 这样一些作品的一些色彩渲染的部分 由我来完成 怎么组合在一起的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主意的呢 这两位老师呢 其实是我的学长 然后我们也是同事 然后我们在演出的时候吧 其实我们就发现啊 我们每一位的音色啊 包括演唱的风格 其实不一样 于是呢 这样我们就萌生了 有一个这样组合的一个想法 这样的我们在每一首作品里边 我们都可以用不同的一种风格 不同的音色来诠释它 用几首歌来给我们展示一下 可不可以 那么我们邀请我们的主持人 我们一起唱一个茉莉花好吗 咱们临时 我们就成团了是不是 对对 成团了 完了 临时 男子演唱组合 比起太高啊 行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分方美丽满枝鸦 有香又百壤人挂 让我来将你摘箭 送给别人家 茉莉花 茉莉花 茉莉花呀 茉莉花 是美的 但是我觉得把个人的部分 再削减一点就更好了 主要我们这五个人的组合 是刚组的吗 刚成团是吧 我知道其实在疫情之前 你们也经常去国外演出 用这样的形式 你看刚才唱的茉莉花 就是图兰朵当中 图兰朵这一场 对 有名的一个片段 主持人提到图兰朵 我们这个朱志南高音 唱图兰朵里面那个 金人无人入睡 特别 特别牛 来 试试看 我太喜欢听那个唱段 试试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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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每个人不同的风格真好 最近是不是经常参与基层的演出活动 我们前段时间去到了梁山的甘洛县 因为甘洛县是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 去到那里我们其实是做一个文化交流 同时我们想做一个文化扶贫 去当地的学校做一个小小的支教的活动 那么我们在没去之前 我们都在想这种贫困地方的学校 可能都是校社会比较简陋一点 然后可能孩子们的学习条件会差一点 但是去到那个地方之后 我们才发现在2019年的时候 甘洛县就已经全面脱贫了 我们去到那个学校也非常非常的好 跟我们普通在县城里面看到的学校 和我们城市的学校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他们也有自己的图书馆 有超厂 有明亮的教室 所以说孩子们的那个生活 包括学习环境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么我们去了之后呢 和同学们在一起交流了之后 发现梁山的孩子们 对于音乐的敏感度是非常非常强的 对 遗族的孩子 对对对对 因为特别敏感 是的 是的 节奏感 音准都特别特别的好 然后去了当地之后呢 我们和这个校方也进行了一些的沟通 然后我们说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助你们的吗 他们就说有一台钢琴是特别好的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就是 心愿 对 心愿 那我们也希望利用咱们这样的方式 和咱们这样的一个栏目 能够让全国更多的人去了解 和帮助到梁山的这些小朋友 通过音乐的方式 让他们能够走出大山 实现自己的梦想 来吧 那就用我们的歌声 传递这份爱 来 加油 谢谢大家 我心上人不再不会相见 是回来 他们还会再想 还会再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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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加油 别再不能替我弹琴 替我歌唱 天山脚下是 与我可爱的家乡 当我离开她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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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一百八十秒的挑战时间 专业上非常让人纯粹 再次缺一下账单金额吧 一万三千元 一万三千元 希望给梁山的学校 添置一架钢琴 是的 来吧 加油 进入挑战区 赫兹先生之中的流行 声音担当将接受挑战 一起为了加油 三 二 一 挑战开始 一百八十秒 加油 快 要快 要快 漂亮 第二关 是 不错 稳住 我们说这个过关的时候 也是确实讲究一个节奏 你看她的节奏就非常非常棒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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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关就是不着急 只要不着急 这关非常稳定 来 走 走着 好 来 走着 好 没关系 没关系 可以等一等 也恢复一下体能回归血 漂亮 来 第四关 别急 别急 时间很充裕 时间很充裕 慢慢来 稳扎稳打 到每一个我们的这个障碍上 好 摆好这个定点姿势 现在可以了 走过去 漂亮 好 高兴地告诉你咱们的账单 成功确认 来吧 一块喊出我们的节目口号 幸福账单为你买单 我希望你们用 男高音 男中音 然后你的方式好不好 来 为你买单 幸福账单 为你买单 幸福账单为你买单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综艺频道 为您播出的幸福账单 我是新来的主持人南宝 南可不是男孩的脑 是不男的男 接下来有请我的三位搭档 训宝 公宝和月宝 一起上台和我一块主持 这又来进成员了 加息人 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呢 我可以跟你们一块组成幸福四宝 可以可以可以 第四宝是谁 我认识一下些 大家好 我叫高赛南 今年三十二岁 来自黑龙江双鸭山 现在在北京开了一所 议考的培训学校 主要是培训波音主持 跟表演专业 大约是多少年龄段的 主要是高中生 高中生 准备要考大学的 他在议考了 因为我不是科班毕业 我也不是 向各位前辈请教 向这位前辈请教一下 就怎么能够知道 这个孩子是不是干这块的料 然后挖掘他 然后把他的这个潜能给爆发出来 对 爆发出来 其实很多学生 他不知道自己是否适合 我们也会根据他的情况 来做一个测评 比如说像是学表演专业 有的小孩呢 他可能跳舞跳得特别好 声音条件也特别好 但是他唱歌唱得不太好 那这种情况 他可能就望而却步 说我是不是不适合 但其实表演专业 他需要的是 表演能力很强 就是情感的表达 可能更加丰富 唱歌呢 我们需要的是 你能把这个歌曲展现出来 而不是说 我们像考声乐专业一样 说他唱得有多么的好 是这样的 之前有个湖南的学生 他就是在老家 已经学了一段时间了 然后觉得自己 特别特别的优秀 后来 然后来了 觉得自己特别特别的优秀 有自信是好事 对 来了之后呢 我说那这样吧 你给我就是来一段你在家乡 学习的内容 然后包括你走到我面前 他就像一个男人一样 就这样就走过来了 是个女孩 对 女孩 然后像一个女汉子一样 我就说她有很多的毛病 比如说一些字音的发生 包括她的形象气质 我说跟考试可能还有一定的距离 刚开始是特别不开心的 你觉得我挺好的 我一直都是很优秀的 对 我是这个 然后怎么到你这说我这么多问题 后来我说那这样 我们重新再培训一下 包括穿高跟鞋走路 她的脚都磨出泡 然后磨出鞋 就跟我哭 说老师我能不能不穿高跟鞋 我上场的时候我在穿 我平时不需要穿 我说不行 台下十年功 台上十分钟 如果台下你不练习 台上你走路可能就崴脚了 结果经过努力呢 然后经过培训 最后考上了中国传媒大学 全国排第七 我觉得就是当她考上的时候 我也挺自豪的 就是挺骄傲的 觉得我的努力也得到回报了 是 这些孩子有的是看得出来 有些其实你要激发她 对 你要发现 挖掘出来 对 而且我觉得其实 有的时候家长特别的关键 给家长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首先因为有很多 比如说很小的孩子 他们可能就开始学习艺术 有些专业不要学得太早 像舞蹈专业可能五六岁 就当我们骨骼已经形成了之后 再开始学就可以了 像声乐专业呢 最好是变生以后 因为孩子都有变生期 尤其是男孩 我觉得 终于喊坏了 终于喊坏了 所以我觉得学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这是一个 第二呢就是 要给孩子多的实践的机会 最后呢就是如果说 像这个一考的时候呢 我觉得家长应该多支持 不要一味地惯着他 要鼓励他 然后 有的时候他崩溃的时候 还要顶他一下 对 然后比如说 他学习很困难的时候 他累的时候 他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家长应该多支持他一下 那你今天的这张幸福账单 是跟你的工作有关吗 对 现在正好是冬天了 然后要给我的学生们 送一台饮水机 饮水机 然后能喝喝着保护嗓子 对 让他们保护嗓子 多喝水 然后希望的话 就能马上喝到热水 特别好 来吧 来吧 舞台交给你 60秒到地时准备 3 2 2 2 熟悉的角落里 也算彼此难为 也算相拥叹息 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 在满天风沙里 望着宁远去 握紧悲伤的不能自己 多盼能送君千里 直到山群水尽 一生和你相遇 150秒的挑战时间 请加速奔跑 再次介绍一下 你的幸福账单 多少钱 账单是 1900元的饮水机 送给学生们的 来 加油 好 来 我们这个幸福四宝 新加入腾眼教 接受挑战的一集为他加油 3 2 1 挑战开始了 这本 这 这 这 我刚要花 刚要花 没办法 依然宣布账单取消了 幸福账单 让我们欢迎下一集包张人 好累 好累 有个咖啡店 我们坐一会儿行不行 歇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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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你坐着来 我们俩去给你点东西好不好 你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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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菜单是吧 我喝个拿铁 你要什么 焦糖马西朵 好吧 可以可以可以 给逊宝干什么 我有苏打 拿铁焦糖马西朵苏打水 好嘞好嘞好嘞 拿铁焦糖马西朵苏打水 拿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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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因为我们的员工都是听障人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对 所以您这样说话 他是听不到的 导致我们用手写 对 手写 或者是手皮 画会好一点 那您是 我是这个店的老板 那咱们到这边聊吧 好不好 都一起吧 可不可以邀请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好的 那我做个自我介绍吧 我叫张南 来自自西 现在呢 在广州 开了几家烘焙店 里面的员工 都是我的学生 都是听障人 现在 也是一家特别有爱的烘焙店 对 对 这个是启良 启良你好 这个是红红 对 那你像这样特殊的员工 有多少人呢 现在在职的员工有20个 他们都是我的学生吧 什么叫学生 你教他们什么呢 在2013年的时候吧 那个时候是做一个常人的培训学校 然后当时呢 启良和红红几个学生 跑到我们学校来说 要学做这个生日蛋糕 教会了他们之后 也给他们推荐了很多的就业工作 去过很多朋友的蛋糕店啊 工作这样子 然后可能在工作的时候 常人太多了 沟通都会有很多问题 然后他们也比较气馁吧 然后回到学校 找到我之后呢 其实我挺被他们感动的 就是这种执着的精神 然后对烘焙的这个热爱 后面我想了想 就给他们这个人 开了一家这个烘焙店 嗯 对 你跟我说说 你们学员的故事吧 让启良自己说吧 真的啊 对 他可以守语 太好了 我叫范启良 听爸的启 梁臣的梁 他是花族人 晚中花族人 花族人 对 我很想开一家茶艺店 你想开茶艺店 对 开茶艺店 不光是喜欢蛋糕 还喜欢茶艺 看完了 哈哈 我们练习一下 这个小妹妹 嗯 大家好 我去门红红 我出生蛋 赵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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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庆人 哦 接着 你跟我们说说吧 你说吧 我想你的这个对于 每一个店员都有自己的 对 他呢 在两岁的时候吧 那个时候 那个可能注射药物 哦 哦 渐渐失去了听力 呃 因为失去了听力之后 然后就不会发声 对 小时候家里条件也不是很好 所以呢 他那个子也比较 比较瘦小 在学校里面呢 也经常被人家欺负 哦 然后呢 前年嘛 通过网络认识我 在我那里 学徒学了一年 嗯 有了基础之后 在门店里面学习啊什么的 就有进步也比较大 有事件了 对 然后自己整个人的心情 然后还有性格 也变得开朗起来了 对 对 愿意跟人家讲话 对 愿意走出去 有事没事呢 回到社区去逛一逛啊 买点自己喜欢的首饰啊 衣服啊 都会 女孩子都爱美嘛 对对对 他想当茶艺师 有自己的茶艺店 你想做什么呢 一样 一样 其实他自己有跟我讲过 就是希望他自己将来 能够开一家小小的蛋糕店 哦 小做蛋糕 不需要很大 对对对 不需要很大 这个是你做的吗 这是 你 他是糕点师嘛 对不对 他是表画师 表画师 你是咖啡师 对 我是懂翻译 翻译 你是翻译 对 他自己本身呢 他也是厅长人 然后呢 在很小的时候 做了一些人工耳窝 做了人工耳窝 做了人工耳窝 对对对对 所以在最适当的时候 及时干预 对对 是可以有正常的交流 对对对 我这样帮助他们跟电器人说话 然后跟讲他们的个人进阶 继续面对一些的问题 解决问难 不要害怕了 对 所以说你的作用很大啊 没有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实实在在就是面对的问题呢 点餐的时候我们怎么点 交流的时候怎么交流 店内会有音响 广播 会提示大家 然后另外呢 我们还会有很多那种小卡片 欢迎光临啊 然后还有那个您需要点什么啊 这样的我们都会把它制成小卡片 那来的客人有什么样的反馈呢 客人从一开始的不理解吧 再到后面的鼓励 再到后面的对我们很多帮助 整个变化是蛮大的 对 我们的客人知道他们是这个 听照人士之后 经常会到店里面来 跟我们进行一些什么互动啊 或者是做一些义工啊 之类的 都会有 来帮忙的 对帮忙的都有 但我纯从消费者这个角度 如果你在北京有店 我真的想去 就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说话太多 说的太多 想的太少 所以 所以走进你们的世界 其实有的时候会让自己安静 安详下来 是 有很多人会在我们店里面看书 对 有一本好书 有一杯好的咖啡 有一个质疑的蛋糕 对 我想问一下 三个店现在能盈利吗 能养活自己吗 都能 他们也能自己养活自己 对 太好了 太好了 告诉我你的梦想是什么 你想做什么 我就想 以后能把小分贝一直开下去 然后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残障人士 听障人士 让他们在我这里能够学会一门技术 将来的话也可以自己去开个小店 你看你现在就帮了20个人 他出去帮50个人 他出去也是50个 你100个 这样慢慢的圈子越来越大 对 我们辐射的范围就越来越大 你就是一颗善良的种子 特别好 那你今天带着同学们 带了一张什么账单来 那账单就是要一个那个蛋糕的模具吧 对 好的 那把舞台交给你们 好吧 60秒到一起准备 3 2 3 2 3 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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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6 一百七十秒的挑战时间 谁去挑战啊 店长 起梁去挑战 年轻人去 是吧 年轻人 加油 加油 好的 再次劝一下账单金额 八千元 蛋糕不拒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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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再去 加油 好的 小分队来了 一百七十秒钟停我的口令 三 二 一 开始 看朋友们都给你加油呢 加油 小伙 衣馆好顺利啊 这是第二关 要小心了 小心脚底下 对 好险啊 好棒 好棒 来 五个大元宝啊 看你的了 要小心 对 小心脚底下 因为元宝是软的 不好发力 不过小伙子的身体素质真的是不错呀 不过小伙子身体素质真的是不错呀 还有最后一个啊 时间非常的充裕不要着急 对 还差一步 对 还差一步 不要过一步 让我们就高兴地宣布 小分贝的账单确认啦 来 一起喊出节目的口号 幸福账单 为你买单 幸福账单 让我们欢迎下一组包装人 我可以天天月月 年年到永远 So we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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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ight 相爱原本总是什么呢 慵懒版本的对你爱不完 我说你们没有这个动作 特别慵懒 来 认识一下吧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叫罗丽美 我来自河北狼房 我是一名音乐人民教师 你就是学师范子是吧 对 当时选专业的时候 是自己决定的吗 我长大了以后当老师 其实我是一开始 是自己只是喜欢音乐 但是说做老师的话 是家人给我的建议 他说既然你喜欢音乐 你看当个老师 音乐老师不是很好吗 我当时 然后就也行 然后就一路就这么走过来了 但是当我真正自己内心 深处我想从事这个音乐教育的时候 是因为我一段支教的这个经历 我当时去了这个新疆的塔城地区的一个蒙古自治县实习支教 然后我看到那边的孩子啊 然后还有那些家长啊 一些教育状况 然后呢就感觉到这个教育 就是肩上的这种责任感吧 然后就决定我要走下去 孩子们特别可爱 对对对 超可爱 新疆塔城 你想 好远 对 最佼佼那儿 北部尔族的 阿萨克族的 特别民族的 蒙古族的 而且都能歌上舞 对 你又喜欢音乐 对对 我特别开心 他们欺负你吗 他们敢欺负老师 爱谁就欺负谁 她主要是被小妮欺负惯了 你知道吗 对 没办法 有阴影 他们性格这边很开朗 对 性格开朗 就是他在意你 就老鼓动你 他愿意跟你玩 就是逗你 他逗你玩 他够热情 那你说说 他们都怎么欺负你的 就是可能就是 大家都有个经历 就很喜欢被孩子成绩 我也不例外 我就说这次考试怎么样 他们不想回答的时候 就用他们自己的语言 说完了呀 然后我就 故意的 对 就是故意的那种 或者有什么小心思 也是那种不让我听懂 然后突然给我一个惊喜 这样特别可爱 对 其实拿你当姐姐看待了 对 真正做老师是多长时间了 三年多了 怎么样 感觉仍然非常快乐 但是呢就是感觉到 就是两段经历吧 稍微有一点不同 就是那边的孩子 还有和这边的孩子 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就是支教的时候的经历 和现在从事的教育 我在那个新疆的时候 我会想说 哎呀 孩子啊 你一定要去学习 无论你说你喜欢什么呢 以后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吧 他才知道 我可能做文学的好 我英语讲的好 你要尝试了之后才知道 但是在咱们这边呢 就变成了孩子 整天疯狂地学习 我要说孩子你玩一会儿 对对对 然后也会说 哎呀就是比如说周末啊 他们会这个上补习班啊 然后或者说一些兴趣班 我已经发现 不是他兴趣班了 都成为一种压力的 压力 我看不见他们的这个快乐了 其实你更留恋 就是在新疆支教的时候 孩子们属于他们自己年龄的 那种快乐和闪光 对 是 确实是 孩子们需要这种快乐时刻 确实是 对呀 你今天的账单 不会跟这个有关吧 我今天的账单呢 其实和我的学生 还没有多大关系 和我们的老师比较有关系 因为这个平时 我们都会很注重这个学生啊 他的健康啊 他的学习 但是很少关注 这些老师们的健康 其实老师们真的非常辛苦 对 大家都会觉得 不就是上个班啊 判判作业很简单 其实它是一个心里边 真的是责任感很重的一个职业 你的账单是什么呢 根据这些可爱的老师 因为老师们很多长期坐着啊 他的腰椎啊什么都会有问题 所以我想给他们申请一个四千元的按摩椅 然后放在那个办公室 公用的 大家用是吧 好的 加油 六十秒倒计时准备 三 二 这 把爱 注入到脉搏里 把梦 用动在心 thanking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加油 加油了 接下来参加挑战的小罗老师一起为他加油 三 二 一 挑战开始 加油 小罗老师 你现在不是音乐老师 你是体育老师 你知道吗 你是个体育老师 天哪 一按着宣布账单只能取消了 幸福账单欢迎现在组报教人 欢迎你 这之前的观众 朋友们 大家好 我叫葛小喜 来自江苏宿县 您是做什么的 做婚庆 难怪叫小喜 是的 是的 咱们婚庆有什么特点 我经常会把一些乐器和魔术的元素 融入到婚礼当中 我感觉这样挺有意思的 那展示一下 好 那么 需不需要对象 比如说要结婚的一对新人 可以 接老两口子 台上结一百多回了 我爱你 亲爱的姑娘 夫妻恩爱 到白头了 心情慌张 闭上 吹吹着羞长的东方 倾覆着我 哎呦 我刚才看老两口子又嫌疑了 是 这时一时 没事 老两口 我们赶紧再结一回吧 好不好 我吹萨克斯 然后你们来演艺一下 婚礼现场的感觉 行行 那我就准备一下 好 还记得 17年前的那个夜晚 那一天 月亮特别的圆 突然对你说 我喜欢你 今天咱俩终于站在了婚礼的殿堂 你放心 结婚以后 我一定会做到 你是我的 你的车也是我的 你的房也是我的 你的钱依然是我的 但是 我 是属于你的 人家就是在现场加入了乐器伴奏 让这个现场的感觉更浪漫 但是乐器伴奏说实话也挺多的 但您刚才说这个魔术我还真没看见过 想看吗 对啊 想看的话 今天我可以 把新娘变出来 那么请大家拭目以待 大家准备好了吗 好 美丽的新娘 马上要出现 一二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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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呢给大家开个玩笑 但是你现场是会变出新娘来 可以的 是的 是 把一个很严肃的事变得更加幽默和有意思 是的 是这样的 每对新人他们的想法不一样 我们会跟着 他们的一些想法呢 我们去搞一些创意 是的 说到魔术 我有一个特别熟悉的魔术师 你说的是谁 反正你给很多人做过托 咱也不知道具体要说谁 但是你本身好像也学了几招 是不是 那你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你学了这么长时间了 那就是我最擅长的那个节目 大变活人 就是 front 5 血 活 什么情况 我刚才在家洗头 洗澡 这么一声电闪零瓶 我就到这儿了 这是什么地方 这个是幸福账单 幸福账单录制现场 幸福账单 是的 俊杰我知道你 为什么让我来了 为什么 带着使命来的 各位请看 这个呢 我来了我肯定我要 没错 这是一个箱子 幸福账单的口号 大家都知道的 幸福账单 为你买卖单 好棒啊你 来到幸福账单很开心 其实是一位选手我认识 真的吗 他也是一位魔术师 所以说今天 希望能够为你的账单 能够再近一点 再近一点 谢谢 那怎么能够 为他加油助阵呢 我叫他开了婚建公司 对不对 他说怎么样能够 让魔术在婚礼上 发挥一些作用 是的 你肯定要做一些 浪漫的事情对不对 那是当然了 那我下面给各位 示范那么一点点 怎么样女孩子浪漫的方式 好不好 只需要一副 普通的纸牌 OK 清姐帮我一个忙 伸出你的食指 没错 然后你随便点一张牌就可以 随便点一张 这张确定吗 要不要换 不要 好 不要换这张 记住了 记住了 这是我想要的 记住了 记住了 只有我不知道 各位你们也知道 下面呢 你相信吗 现在在中间的位置 只要我晃动一下 你会发现呢 这张牌就跑到了 最上面 对不对 不是 方片吧 不是 好像不对 演杂录 演杂录 不行 以为大家都看到 可以可以 我女儿的开心 要一变本似的 各位 方片吧 就在你们的眼前 各位你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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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哎呀 红心 红心 这是红心 这是红心 红心吧 这个红心吧 是不一样的 各位 你看放到整副牌的 这个位置 俊杰 是魔法 看了 就在这里 有爆烟了 爆烟了 你看到 你发现呢 这个牌盒可以打开 哎呦 哇 戒指 这是要跪下 所以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 大家还有 还有一颗 好美 还有一颗 爱你的心 在这里 哇 他怎么做到的 最关键的在这里 手上没有东西 我绝对没有 这很公平的 左手没有 右手没有 两只手都没有东西 我从这个地方伸过去 你看着我的眼睛 我从这个地方伸过去 你看着我的眼睛 我从这个地方伸过去 你看着我的眼睛 在你的眼前 即将多一件重要的东西 三二一 哈哈哈哈 看着看着各位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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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开的你看看 哎呦 感觉新宝的人生圆满了 谢谢了天 所以说呢 这也是我觉得 能够给小喜的 一些建议吧 如果是想把 这个更浪漫的方式 带到婚礼的现场 我相信 新人肯定会 一生难忘 我会加油的 也希望就是 你们能够在 不同的场合 无论是在婚礼现场 还是在更多的舞台上 为大家呈现 更多的浪漫 真情 谢谢 谢谢 告诉我 你的账单是什么 幸福账单 我的账单是 五千块钱的 魔术道具 好 那舞台交给你 加油加油加油 六十秒 倒计时准备 三 二 接下来时间 给大家带来 大型魔术 穿越 第二 既 прод 二 二 二 一 三 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次确认一下账单吧 多少钱 五千块钱魔术道具 五千元的魔术道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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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小喜一百六十秒钟 听我的口令啊 三 二 一 开始 加油了 对 脚底要快 对 就是这样 没有问题 第二罐 小心那个爆竹 它会绊倒你的 躲开它 好险啊 这种过年的感觉啊 脚下就是爆竹 嘿 它很聪明 它掌握了方法 就是节奏 但是第三关 是非常耗费体力的一关啊 也是一个魔术师 动脑能力是非常强的 但是这一关 需要我们付出体能 啊 这一关 需要我们付出体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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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遗憾地宣布 葛小喜的账单 取消了 下面的观众朋友们 看完我们的账单故事和游戏 您是不是一眼报销 您手中的账单 分享属于您自己的故事呢 没错 人人都有账单 人人都有机会 赶快带上你的账单 来加入我们 我们在这儿等着为您买单 这是之前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希望获得 更多的节目资讯 只需要在央视频客户端 搜索幸福账单 就可以和我们的现场 进行互动啦 还是那句话 幸福账单 为你买单 小心再见 小心 面貌长得圆又圆 娃娃长大 考状元 有个素成那种 两分钟交汇 我们一下而已 哎 你扮演的是狮子 不是骆驼 天外传地爱 从过爱拉扯 希望你能爱我 到地牢 到天后 到天后 再次的地牢 然后再次会讨计划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